陈陈1898年1月4日至1965年3月5日 南自辞休 浙江省里水市清田县人 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 历任台湾省政府主席 中国国民党副总裁 台湾地区行政院长等职 陈陈主政台湾省期间 在民生、军事、经济各方面皆有政绩 对稳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台统治作用盛大 台湾民众称呼其为陈陈伯 陈陈是蒋介石的亲信 也是自黄埔军校成立后 蒋介石执政的心腹之一 由小委员长之称 中华民国国军内部 由陈陈领导的派系亦有土木系之称 蒋介石提拔人的时候 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 一是重用黄埔系出身的军人 因为蒋是靠黄埔系起家的 二是重用同乡 三是重用对蒋介石个人十分忠诚的人 陈陈是三者兼备 此外 他还是蒋介石的干女婿 蒋介石曾任黄埔军校的校长 他后来带走大量黄埔系的学员和教官 有些人帮助蒋介石巩固权力 有些人对蒋介石很忠诚 立了不少战功 黄埔军校那些跟着蒋介石干的 都是嫡系中的嫡系 但在蒋介石嫡系将领中 陈臣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 但陈臣个人能力太一般 为何他最终成为蒋介石最信赖的人 蒋介石手下八大金刚是指何英卿 前大军 顾祝同 陈继承 刘志 张志忠 陈臣 蒋顶文 陈臣排倒数第二 陈臣能力虽然一般 却也是八大金刚之一 但却是最后垫底的金刚 后人不明白 陈臣均是能力一般 怎么还能列入八大金刚 兴兴业业 北伐东征剿共 孙中山反攻广州后 开始东征陈炯明 在东征战役的棉湖之战里头 陈臣凭借炮兵专业出身的优势指挥炮兵 压制敌军火力 一战成明 后来在北伐战争的龙溪战役立战孙传芳 又在浙江击破孙传芳主力 被蒋介石任命为警卫部司令 兼任十一师师长 总算是有了自己的班底 后来蒋介石跟贵系李宗仁爆发战争 李宗仁占领两湖广西 整出了一个一字长蛇阵 陈臣又在赫胜桥一战 斩断贵系的蛇身 蒋介石大喜 任命他为十八军军长 从此陈臣的班底土木系 算是成行了 他原先不是十一师师长吗 十一合起来就是一个土字 现在又是十八军军长 十八合起来就是个木字 故称土木系 土木系形成后 陈臣大力网罗人才提拔了戴安兰 杜律明等国民党后起之秀 期间还娶了谭严凯的女儿 陈臣之所以被蒋介石重要 而且地位比何英卿高 主要还是陈臣的确为蒋介石做了很多事 对蒋介石极端忠诚 甚至为蒋介石受过 有人说陈臣的情伤很高 比如1933年 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第四次围剿 陈臣当时是中路军总指挥 当时总指挥是何英卿 实际上却是陈臣 几乎所有部队都归陈臣指挥 陈臣直接向蒋介石汇报请示 何英卿也无奈 陈臣在受到蒋介石受益后指挥 但没想到 仗义打陈臣的部队还是被红军打败了 陈臣承担责任于是自己揽了下来 陈臣被降一级 而且记过一次 此后陈臣到庐山为蒋介石训练军官 在庐山训练时 陈臣很卖力 他任训练团的团长 深入研究红军的战术 还总结了如何打败红军的战术 当时陈臣总结出 一要诀 两要纸 三口号 四要素 六原则 另外陈臣还根据红军游击战的特点 认为应该训练军官爬山 正是陈臣组织的这个训练团 让陈臣翻身了 此后在第五次围剿中 陈臣任第三陆总指挥 还兼任北陆总指挥 此次围剿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 迫使中央红军提前长征 但功劳却记在顾祝同身上 陈臣也只能认了 动员堪乱时 鉴于国民党内部派系伶俐 有军有南隔山相望的状况 蒋介石派了陈臣作为钦差大臣到前县督军 他到了东北 短短的半年时间 就让国军连连败退 东北被林彪打的只剩下沈阳长春几座孤城 气得杜玉明大骂陈臣误国 很多将领也都发出了杀陈臣以谢天下的呼声 按理说陈臣应该受到严厉惩罚 经营台湾友方 陈臣确实称得上一时之人节 但由于他在动员看乱里头的拙劣表现 不仅共产党看不起他 就连国民党内部都骂他误国 国民党内一度还要杀陈臣以谢天下 陈臣是一个一流政治家 一流参谋长 偏偏是个二流的将军 打打军阀还凑合 对林彪素玉来说根本就不是对手 可这不能说他是个无能之辈 只能说树叶有专攻 放错了位子 蒋介石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动员勘乱后期蒋介石就已经做好了 经营台湾的准备 他把这个重任托付给陈臣 陈臣到了台湾后实施戒严 就连国民党权贵也很难进取 这一招对共产党的渗透造成不利影响 陈臣主张人民至上 名声第一 实行土地改革375减租 陈臣依靠从国民政府资金和平 赎买地主土地 即通过对地主的限制来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 该条例规定了地主收入的上限 一级耕地租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证产品 全年收获总量的37.5% 约8分之三 此外他也遏止了由于地主和电农之间的漏规而产生的种种不平等现象 如租约短暂地主可任意夺电 押租金 预收地租 作物欠收时亦需缴交的铁租 副产物租等 土地改革是一个经济体崛起的必经之路 土地分发给农民 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 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还培养岛内市场的消费力 一举两得 之后改革必至 发行新台币又实行跟着有齐田 提出以农业培植工业 以工业发展农业 台湾能有今天的成就 晨晨的确是功不可没 总结 说到底晨晨就是一个老实人 做事稳妥 虽没有很大军事才能 但是一辈子对蒋介石忠心耿耿 有事情没有抱怨而敢于承担责任 而这三个优秀品质很多人都不具备 也正是如此 晨晨才成为蒋介石一直最信任的心腹 使用力尽体的心腹 宝宝 访磨双晨 可以打算 不访一个